在這裏我們要下載兩個驅動程式 一個是給機器用的 一個是給電腦用 那給機器用的就先搜尋 niVisa 然後第一個就是 它這邊有 niVisa就是機器跟電腦可以溝通的介面 然後這邊有一個標準下載作業 可以就等一下去下載 那這個網頁它是要 它是要登入的 所以要先辦一個免費帳號才可以下載 那下載完就可以直接安裝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給RIGO機器使用的 我們先搜尋RIGO 進到它這個第一個就是北京的 然後在products裡面有這個數位示波器 然後選擇DS2000系列 然後再來這邊有一個softwares 然後這邊有一個ultrasigma software 下載它 然後有這兩個軟體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安裝 然後就可以跟機器溝通了 接著打開剛剛安裝好的ultrasigma軟體 接著打開剛剛安裝好的ultrasigma軟體 然後這邊會出現USB連接的機器 這邊是RIGO機器 DS2072就是我們的示波器 然後如果要螢幕截圖的話 就要按右鍵 然後會有一個operation 然後裡面有一個print screen 按下去之後它會開始跑 然後跑完之後它會說finish 然後它的EMOV就可以一不一時的印出來了 然後它接完圖的檔案是放在我們的C槽 然後Program Files 然後RIGO裡面 這個RIGO Technologies 然後裡面的ultrasigma 那這邊會有我們剛剛的 那它也是會 擷取四種檔案 所以 就是只要拿其中一種就可以了 請問這裡有人 包到河 --" 進去ـ 。